老和尚有一个蛋糕 跟那个小沙蜜讲 你不能吃喔 这个小沙蜜本来是对老和尚很恭敬 后来说你这种不公平 我那么小都不懂得爱护 从此每次要送餐都给他故意 就不高兴 老和尚只好看他这么小和尚 起苦恼在跟他讲来来来 因为我们大辽经常有小偷来 我故意要整那个小偷 这个蛋糕里面装牛糞 你看 这个小和尚不用修戒定慧 马上熄灭贪嗔痴 为什么 只要看清楚就好 因为他的贪嗔痴是圆他来 这个没了 他的贪嗔痴一下子就没了 此灭彼灭一口气千灭 这叫戒定慧 这叫戒定慧 真戒定慧 本来半夜都会做梦 那个蛋糕 带着恨又加贪 贪蛋糕恨和尚 一打开真相之后 半夜只知道要逃避蛋糕 不能再烘蛋糕 你看得来全部会功夫 修行就往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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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